奥斯卡颁奖典礼在推迟了两个月之后 终于在4月25日晚上举行 然而却并没有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根据尼尔森的初步收视率统计 今年只有不到1000万人观看了 ABC直播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这是该节目收视率的历史新低 4月25日晚上 只有985万观众收看奥斯卡颁奖典礼 比去年减少了1375万人 降幅达58.3% 此外该节目在18到49岁的 主要受众中的收视率仅为1.9 相比之下 去年2364万观众和主要受众中的5.3%的收视率 已经是当时的历史最低点 在疫情期间 颁奖节目的收视率一直受到重创 3月份的金球奖和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的收视率 均跌至历史最低点 去年9月份的爱美奖颁奖典礼也是一样 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由好莱坞资深人士士蒂芬·索德伯格制作 但是由于到场的明星稀少 红地毯的规模缩小 没有主持人以及没有现场音乐表演等原因 观众的兴趣骤减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大多数观众对今年提名的影片并不熟悉 部分原因是电影院因为疫情关闭 导致制片方撤回了影片的市场营销 此外受到疫情影响 许多备受期待的影片的制作都被搁置了 一些影片被推迟到了今年晚些时候首映 因此没有资格参与今年奥斯卡的评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